上海半数人口还在封禁 北京 苏州 广州的民众使大局抢梁 就怕也成为封城受害者 中国疫情打乱苹果供应链 分析师郭明奇指出 iPhone的第二大组装厂 和硕 在上海昆山厂市正式停运 最快4月底复工 而MacBook的唯一代工厂广达 上海厂区也停工 苹果笔电出货恐怕大受影响 而鸿海旗下的富士康 深圳厂区 则至暂时恢复生产 是 那确实这样的疫情持续 那对厂商的影响 就会持续加深 那有一些厂商可以封闭式的管理的 也是会受到物流的影响 中国从电动车到iPhone的商品 生产出现中断 外媒报道中国100个最大城市中 竟然有87个城市实施隔离限制 野村经济学家预估 中国多达3.76亿的人口 正处在全面封城或部分封锁的状态 几乎占了中国GDP高达4成 外媒路透直至 这已经威胁全球供应链 CNBC报道 IMA Asia常务董事马丁就指出 中国大陆占全球产品市场20% 但供应链扮演作用远高于此 全球很多零件来自中国大陆 因为封城导致物流陷入混乱 可能使全球经济发生 比2020年以及2021年 更加惨淡的状况 影响将比过去两年还要严重 经过这样毫无意境 然后中国工资也升高了 所以这一次会加速台湾的企业 加速外移的力道会加大 外资企业从中国吃着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尽管电子制造业在中国当地 还有库存可以因应淡季的业务需求 但当局政策成了最大不确定性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 在脸书上表示 现在有很多日商 被中共当局极端防疫吓到了 正在计划离开中国大陆 新达电视黄亮节 审慧同台湾台北综合报道